现在大多数的台湾人都希望贺锦丽当选 但是美国人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她支持拜登政策 那拜登一直支持打仗 我想全人类是需要和平的 所以我看到贺锦丽的命盘 我还替她蛮担心的 可能误差不大的 但是 太阳化妆剂加上太阴化剂 又加上贪囊化剂 它有四个化剂是连在一起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我们今天谈一下美国总统 再三个月就要选举了 现在农历的7月8月9月 到了农历的10月5号 马上就要选举了 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不到了 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 他们两个人的命盘 以及选举日的解析 我想呢 很多的国家都不希望川普当选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灾难型人物 包括他妈妈也这么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灾难型人物呢 他当过一届的总统 在美国上一届的总统就是他 那这一届拜登因为年事已高 所以挣钱换将了 那贺锦丽现在跟他之间的 是不是呢 在伯仲之间呢 还是贺锦丽会领先呢 还是川普会越来越高的声望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美国总统大选的大预言 来这两位呢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2024总统大选呢 美国的民主党呢 贺锦丽是总统最近的提名人 现任副总统检察官加州检察长 他的副总统呢是华之60岁 然后呢现任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明尼苏达州的联邦众议员 好 那川普在共和党里面呢 他曾经当选过总统 今年居岁是79 10岁78 也是前一任的总统 副总统的范思呢 40岁而已 非常年轻 现任二海二州的联邦参议员 非常年轻 那我们想呢 在2024年呢 是假太阳化季年 太阳化季年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是比较不利的 那所以呢 川普会不会对他自己有利呢 他已经快到80了 78岁了 好 我们等一下来解析呢 什么样的问题呢 还是呢 我们每一个月来稍微逐步的检视一下 好 现在的认身月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在于哪里呢 川普是一个狂人 他提出的经济政策呢 一直想打压中国 那所以呢 大家都觉得呢 匹匹错 而且呢 当然他是一个商人 他当然是以经济为主轴 在他们的国家 美国来讲的话 他是想提升经济 所以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一再强调 只要他上任的话呢 俄乌战争会结束 以色列的尾巴战争也会结束 东东不会让他有战争 这是呢 其实呢 全世界大家喜欢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至于呢 是超左派还是超右派呢 我觉得呢 他比较倾向于呢 跟中国对干 好 既然他倾向于跟中国对干的话 他已经放话了 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呢 中国所有的进口进出口呢 他的关税要提升到60% 那等于是说他扼杀了中国呢 可能呢进到美国的一些产品 那但是呢 是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 我觉得呢 可能中国这些商人的话呢 他们也可能或者美国的商人 他们想进口中国大陆的东西 他们可以转由马来西亚啦 新加坡啦 甚至呢越南啦 或者印尼啊 甚至呢 其他的国家来进来 那这是不是能够呢 达到克税的目的呢 这有待商榷 那当然直接的话呢 直接的贸易关系就一定会被克税 但是呢 川普 他还有什么样的政策是 获得选民的支持呢 因为大家都穷哈哈 最主要 他的经济政策呢 是不是能够呢博取呢 所有大多数呢 美国选民的支持 还有呢 我们知道呢 美国52周里面呢 选举人数呢 我们等一下来谈一下 那至于呢 他的命盘里面 我们来看到一下 八月份是国有月哦 国有月的话是贪婪化妓 这个月是五曲化妓 那川普的命盘里面呢 我们来讲一下 他是太阳太阴作命 坐在丑工 那今年呢 太岁正冲 他太岁正冲 所以你看他太岁正冲 属狗 三十五年次 1946年 所以这三个月呢 他是种枪了 而且呢 哇 命很大哦 居然呢 只有小擦伤 这是不容易的 你知道吗 很多人呢 种枪以后就倒地不支了 那他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雪光之灾 对他来讲是好事哦 因为呢 去掉了一个 他的不好的运势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川普是本命是连真化妓 连真化妓坐在极恶宫 会到田仔宫 也会到兄弟宫 也代表说 他对他的下手的人呢 是要求很严谨的 在选举过程当中 因为当过总统嘛 大家都很清楚 他对下手的要求 是非常严谨的 但是呢 因为他现在走的运呢 还是走在秉申运哦 秉申运75到84岁这个运还是连真化双季哦 连真化双季 他最要小心的是什么呢 可能我还比较担心他农历九月哦 国历的十月可能还有一次枪杀案哦 我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哦 好那接下来我希望不要了 希望我这个预言不准 好不好 比较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因为那甲旭月哦 天罗地网哦 然后呢太岁又正冲 接下来他还五黄煞哦 在五黄煞的月份哦 所以呢连真化双季 连真心也是足五黄煞哦 所以呢会不会呢 因此呢 而他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再发生枪杀案 对川普是一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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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活下来肯定他会当选 那如果是万一不幸 就可能一命受上帝召唤嘛 不会他不会受上帝召唤 他的命很强哦 我们来看一下 好最主要是呢 他是太阳太阴做命 天良文昌化科路存心 杨良昌禄格 文取天月星 这个叫杨良昌禄格 他的福德工作 天机巨门化全 天机化全代表什么呢 他是一个呢 比较呢 掌握了资源以后呢 的人呢 他掌握很大的资源 所以他会想办法 冲出重围 天机代表什么呢 他掌握很多 对他有利的一些 竞选团队里面的 甚至呢 他到每一处去演讲的时候呢 他会散动人心啊 天机星是朋友嘛 他就对选民呢 开始做大型的散动嘛 大家都很清楚嘛 好那么巨门就是他口 反正他口出狂言 大家已经很习惯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哦 贾旭月是太阳化霜季 太阳化霜季坐在哪里呢 他的命格里面呢 太阳星是坐在他的本命宫哦 那今年牛年也是太阳化季哦 那这个月是太阳化霜季 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农历九月哦 九月份呢 他希望他能够平安脾气泰来 也能够呢 不要发生任何重大的灾难 好所以呢 他不管是车队也好啦 演讲也好 他一定要做好防护墙哦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九月份做破军呢 破军 然后会到连增化霜季 一定会有人想办法 又要动他的手脚 所以他必须必须要非常非常谨慎 好那么呢 10月份农历11月份 11月5号就是国立的农历的10月5号 10月5号是什么 以害月太阴化季 那太阴化季是什么呢 好太阴化季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农历十月哦 农历九月哦 对贺锦丽也不利 他先生的外遇问题 可能还会再重复被掏出来 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还有可能呢 大家就开始不断的在起底 这个很要命哦 要受到大众的检验 所以呢我可以看到呢 太阳化季的是 贺锦丽的先生要特别小心 那当然会影响到贺锦丽的选情哦 冲击到他 那么拜登本人呢 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太阳星做命的人 太阳化季 所以他特别特别的要小心 以害月呢是太阴化季 所以太阳太阴化季同时坐在一起 来我告诉各位 重要的抉择在这个时候 10月5号呢 就是国立的10月5号 10月5号坐在了天际巨门 然后呢对冲就是什么 有功哦 那这个月呢是我们来讲一下哦 今年牛年呢 11月5号呢是在魁羽月 魁羽的月份 那魁羽的月份呢 来我们先讲一下哦 今年呢陈旭冲 陈旭冲 所以呢这两个人呢 路死谁守呢 一个在龙的位置 一个在旭的位置 一个在天罗 一个在帝王 一定要靠什么星来突破 爆破星 请阳星 破军星 以及呢七煞星才能够突破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哦 这三颗星呢 绝对可以突破的 不要小看这三颗 带兵打仗嘛 选举就是带兵打仗嘛 对不对 所以呢破军星 七煞星 阳刃星 加上一颗灵星 当然这些星都是煞星哦 煞星有好有坏 煞星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但是呢也可以了 兵败如山倒 所以呢在这两个选择当中呢 到底呢我们来看一下 川普先讲 川普呢 他在11月份的时候呢 他走到农历 10月是以害月 以害月他因化际 化际呢 我要告诉各位 化际最怕在 宫位在量的位置 比如说植物 或者呢 隐身四汗 看得见的地方 那就不好 这样大家知道吗 他反而是在那个 四目之地 就是在丑宫 丑宫他是爆发力 一下爆开来哦 太阳加太阴化际 所以 不见得对他非常不好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月呢 他的扑义宫里面是最重要的 扑义宫里面 他是什么 只为天象啊 然后呢 七煞 阳刃带火星啊 杀破狼的格局出来 哦 那莲真又化双季 所以呢 他要很小心就是呢 哦 这个呢 过头了 就是攻击过头了 攻击过头 大家反而对他产生呢 不好的感觉 好我们都知道呢 什么叫做君臣庆会 君臣庆会就是 只为天象 左辅右臂 然后科全路 就会君臣庆会 那今年流年刚好是什么呢 连真化路 假年嘛 连真化路啊 然后连真化路啊 然后破君化全 五曲化科 他的五曲星是坐在呢 子的位置 在老鼠的位置 子为天 五曲天辅星 哦 那五曲天辅星来讲的话呢 这个叫做呢 在流年上他叫君臣庆会 君臣庆会但可惜的是 他有连真化剂 所以他会选得很辛苦 连真化剂 冒着生命危险在选举 因为连真化双剂哦 本命剂加大运的化剂 所以还好呢 不是流年的化剂 那流年化剂那个耳朵 这样他在影响的时候 这个不穿到耳朵过去吗 要不然就中脑袋啦 太阳穴 差一点点啊 看到了没有 连真化剂坐在深的位置 刚好在他头部的位置 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 农历九月 太阳化双剂 他一定要小心人身攻击 好 这个人身攻击是跟枪杆子有关系 要注意 好那破均化全 这个叫做君臣庆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他这个月呢 太阳太阴化双剂 然后连真化双剂 好 所以呢 他会选得呢 很痛苦很痛苦 好 虽然有君臣庆会嘛 但是呢 这个月呢 还好就是天机化双全 破均也化全 然后呢 你想想看哦 天机化双全 又加巨门心 然后呢 这个月呢 是 这个月刚好是乙嘛 甲乙 露存刚好在他的本命里面 就他选取日 甲的露存在这边 然后露存也在这边 所以他不会有重大灾难 虽然是有一些惊险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贺锦丽 贺锦丽的命盘里面呢 他是呢 在乙亥院 2024年的农历10月5号 国历11月5号选举 好 那他走到这个运的时候呢 他农历的鬼舞月呢 鬼舞日 鬼舞日呢 也是冲他的这个 呃 太阴心 那乙亥月太阴又化剂哦 好 麻烦了 冲到他的太阴化剂 乙月呢 就是呢 呃 月亮刚要出来的时候呢 那太阴化剂是吧 忽然间乌云遮日 遮月 乌云遮月 这样大家知道吗 乌云遮月 他在亮的位置 大家都看到的位置 叫做乙宫 乙宫就是本来就太阴开始呢 月亮开始要高高升起的时候嘛 下午的5点到7点嘛 是不是 月亮开始升起 但是他太阴化剂刚好正宠他 好 那接下来呢 他的沙破狼有没有出现呢 他本命就是做沙破狼的格局 好 沙破狼的格局呢 连珍天象 文昌星 这个大运是文昌化剂 文昌化大仙记哦 然后呢 他流年呢 他本命呢 是太阳化剂 太阳化剂坐在哪里呢 太阳化剂坐在他的浦翼宫 好 一个是连珍化剂 一个是太阳化剂哦 一个坐在四宫 一个坐在深宫 有什么不同你们一定会问我 对不对 四宫的太阳化剂呢 就是也是呢 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所以呢 我比较 看到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浦翼宫 并不是太有力 浦翼宫不有力的时候呢 对他帮助不到哦 选举的时候对他帮助不到哦 那太阳又化剂哦 他又太阴化剂刚好 太阳化剂在四宫 太阴化剂在五宫 月份 我们要看月份 所以月份呢 他双化剂连着哦 然后呢 他本命又是大运的文昌化剂 流年的化剂 双化剂在太阳 然后呢 太阴心又化剂 连成铁三角 那代表什么 到后面会 会很麻烦啊 问题很多啊 所以农历的九月呢 他的先生 之前的问题 一定会再被翻出来 那川普已经是哦 无敌铁金刚了 反正他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哦 所以贺锦丽要非常谨慎跟小心 好 那这个命格里面呢 连真化禄呢 也是科权禄哦 科权禄因为破均化权嘛 然后呢 加上呢 紫威天府嘛 那紫威天府呢 有左府右臂 很可惜 可惜什么 没有 连杀这个哦 紫威要有左府跟右臂 你看哦 川普的紫威 有没有左府右臂 川普的紫威天相呢 有左府跟右臂 所以到后面呢 他的团队比较强 选举是整个军队在打仗哦 应该大家很清楚 川普的运势呢 其实呢 看起来比 贺锦丽更强一点 他是紫威天相 君臣庆慧 加上呢 左府右臂星 而他的太阳化剂是盖起来的 太阴化剂也盖起来川普 他有爆破爆发力 但贺锦丽不一样 贺锦丽的太阳化剂坐在四宫 然后太阴化剂坐在五宫 而且是连成三角形 加上他这个大运呢 他本命的太阳化霜季 这是他的最致命的一个因素 好 我想呢 我们现在先来谈谈呢 当天的选举 那2024年的这个农历的10月5号 就国历的11月5号 以魏月 以魏月的话呢 也是太阴化剂 如果以这个命盘上来看的话呢 跟他们两个人命盘呢 是完全都不一样的 那完全不一样的话呢 这个月呢 刚好是鬼有月 贪囊化剂嘛 那贪囊化剂坐在哪里是最重要的呢 贪囊化剂呢 坐在前一宫 贪囊化剂 好 我们要先讲了 这个贪囊化剂是在这个月的选举 贪囊化剂型 流年是什么 太阳化剂 好 为什么一直要讲化剂 你们听得很烦对不对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好坏都在这化剂当中 不是科全路而已啊 科全路就很简单嘛 化科就出名嘛 化全是掌握权力嘛 化路就是很好的引线跟协助嘛 很多人会协助嘛 那所以呢 廉政化路代表什么 旧团队协助啦 还有很多人会协助啦 甚至呢 有很多人想要经济好的人 就会去协助他嘛 所以呢贺锦丽的经济问题 还是很严重喔 要想清楚 因为他如果走拜登路线 还要继续支持打仗的话 我想选民一定到后面会一扁档 大家不愿意打仗 你想想看喔 你还在派兵去耶 那你想想看 美国人他愿意帮 你在派兵去他们愿意吗 这才是重点喔 我先讲清楚喔 这才是重点 所以 贪囊化剂呢 他在这个月当中呢 最恐怖的就是他支持拜登的路线 而拜登的路线呢 会让他呢 大义施荆奏 美国人哪里愿意去打仗 他们是乐天之命的 安逸过日子的 下班六点随时走人 没做好管你家的事 美国人是属于这类型的 当然也有比较好的啦 不是全部都这样啦 那台湾也一样啦 台湾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只是说 我说他们是那种 反正呢 你家的是跟我家没关系喔 你要来我家吃饭 请你付钱喔 他是算得清清楚楚 不像台湾人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我们吃个饭啊 我请你啊 不一样喔 完全不同的 这个 亚洲国家跟欧美国家完全不一样 好那所以呢 贪婪化祭是引荐最关键的一个月份 好那么贪婪化祭坐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喔 贪婪化祭坐在呢 市宫 市宫 那么我们先讲川普 川普的贪婪化祭呢 是坐在她的父母宫 坐在她的父母宫 好那贺锦丽的贪婪化祭坐在哪里呢 贪婪化祭坐在她的夫妻宫 两件事情会让她要特别小心 第一个就是她的团队 第二个呢 她的先生 我想选举是非常喔 撕裂撕杀的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台湾的政局也一样 所以呢 这个月呢她又碰到呢 什么 太阴化祭加太阳化祭 然后呢又合到三合的双化祭的太阳星 贺锦丽真的要非常谨慎跟小心 好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就不说谁会当选好不好 好希望呢大家做参考 我们呢柴鱼饭后呢吃瓜开心 谢谢你们 不要在下方留言骂我 谢谢你们喔 好我希望呢 当然我们也希望是说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会一直越来越好 那我们也希望呢赖总统 在她这个任期以内呢 能够对台湾有很大的贡献 好 那么美国跟我们的关系 如果还是保持得很好的话呢 我相信呢 我们未来 我们不希望打仗 但是 现在大多数的台湾人都希望贺锦丽当选 但是美国人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她支持拜登政策 那拜登一直支持打仗 我想全人类是需要和平的 所以我看到贺锦丽的命盘 我还替她蛮担心的 可能误差不大的 但是 太阳化霜剂加上太阴化剂 又加上贪狼化剂 它有四个化剂是连在一起 我今天讲解到这里 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 我们不希望打仗 我们台湾也要安居乐业 我们所有百姓都要过得好日子 你们说是吗 对不对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子孙上战场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那些世界的厮杀 然后呢 让全世界的人类跟着痛苦万千 谢谢大家帮我按赞分享开订阅下小铃铛 拜拜